好 這一次我一天的生活帶給大家 那接下來 我先講喔 那剛剛那個 那個斯蒂的議題呢 也都到一個段落了 當然在台灣還有很多很多地方 受到一些環境的影響 然後希望大家面對我們的環境 我們一起來加油好不好 然後我們真的人了 我們人非常非常的脆弱 我們看小小的一個病毒 造成整個全世界的一個動盪 不安穩 然後造成整個人類的一些危機啊 真的 也許如果我們這樣想的話 也許這個病毒是地球的抗體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人類是不是該放棄 對不對 對啊 也許是這樣 我們人生病了 我們自己的身體的抗體會去打仗 對不對 打那個病毒 但如果地球生病了 也許它也是像我們人一樣有這樣的一個抗體 希望我們在我們的生活上面 不是把自己的生活顧得好 那我們的環境也很重要 因為在我們的傳統的觀念裡面 我們人真的需要大自然 但是大自然不一定需要人 是不是 對 我們這樣想我們就會更謙虛 當我們更謙虛面對我們的生活跟環境的時候 我們就會越來越好 好不好 這邊的朋友都很會回答對不對 一定是好學生 好 那接下來為大家分享的這首歌叫跟著走 這是我第三章專輯 就是去年發行的專輯裡面的一首歌 那這首歌主要是寫給我自己的信仰 我相信大家在自己的生活上面有自己的信仰 那不管是這個宗教或者是沒有宗教信仰的 我相信在一個生活上面都有一個目標 你得到力量的來源 然後我們不要放棄自己為自己禱告 也為自己為別人祈禱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只要你的生活上面有目標 我們就會過得更好 所以去驕傲自己所選擇的路 去好好去走出去 不要害怕 然後勇敢一點 然後去去面對不知道的未來 勇敢的去面對不知道的未來 讓我們在一起 然後我們會過得更好 這首跟著走 獻給大家 嗚 老婆 你 想些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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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